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中国本身的国策 可能我认为特朗普比较抗人 过去谈不上的就加你税 拜登大家觉得一直都比较友善 所以中国那边的情况可能就会 我都试试你底牌吧 你不要像以前那样阶着我们走 可能会有这样一方面的想法 所以今次火药微比较重 其实我自己就有点担心 但是市场就不是说 市场反而是正的 你没见到那些立刻沽货出来 因为大家仍在观望中 我觉得现在不只是看整个中美关系 我们反而看回这一件事 譬如上个星期四市就回了 星期五就回了 然后今天就牛皮了 因为港股来说 成交就超少 就是1300多亿 就是很久没见过这么低 A股反而还升了一点几% 就很有趣了 就是因为上个星期 我记得都留意 比如好像阿里巴巴有 九十几亿一百亿的成交 现在只剩三十几亿 腾讯又剩下八十几亿 就是说这些中资股 它都是比较闷局一点 那你变成了 譬如你说十大成交当中 四只 前一四只是中资股 就是港交所 然后就是平安 其他一些都熟口面 但是你看回反而市成交 是淡静 看回本地的股票 反而这一段时间都受惠 先前我们都说过 我没有说过 下总之地产股 好像长和系 新世界 这些中银香港 这些都站稳的 对领展 这些都站稳的 都站稳的 都站稳的 对这些就没什么影响 煤气 反而上升了十二个百分比 这些都升了两个百分比 那市已经 不是全是散水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格局就是说 反而我们留意 暂时 我不是说这个中美争论 是没有坏消息出现 但是我会觉得 是未去到 因为后面他们都肯说回 虽然不欢 比较不欢 但是后面我想要 大家又回到过去问题 我们贸易争论 我们的会议 产生了什么 大家有留意到 利率 我上两集已经说过 就是说 美国国负债券的利率升 市场就会有机会再回 这个也是继续出现 尤其是对高 即是高价钱的股票 即是科技股息得多 第二就是 如果今次中美的争论 会变成了另外一个科技战 和一个金融战的话 这件事 都挺大事的 暂时就未看到 为什么呢 你最开始是华为 然后先前我们说小米 一说小米没事又回升 有些恒指的中二栋 中二栋还好些 因为基本上就是 指数基金可能去买 那个赢富基金 就是陈生指数 就会什么 但是今次未看到 这个拜登的态度 但是我自己没有那么乐观 我自己觉得 反而走回去传统一点的先 那就会好些 就是那个股票 因为如果是牵涉到 科技和金融相关的影响 就是科技就是说 他会不会 不卖晶片给你 不卖软件给你 不卖替投资 这些科技一定是 首当其冲的 至于金融方面 我们就说 你那只东西要在我里脱牌 那我们要留意一下 一些是否中美都有挂牌的股票 如果在那里脱牌 那你说这就有影响了 是吧 但是如果在那里脱牌 香港没有的 那么它跌了一回 以后如果我们是 去到一个合理价值 就是切中移动的时候 你放弃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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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情况 那因为as long as the fundamental 这些股票是ok的 就可以吸纳 所以刚刚我说的 几个分钟说 就是说 基本上我就不是看 这个市场行不行 因为第一 成交量小 第二 我们看整个sector 高估值的股票 都是一样的 那反而一些 传统就密密起革命 它成交不多 但是那些钱是 是在买进去 那也就是 大家也都不是很急着 好像先前 我们说的一月头 是涌入它的股市 因为当时候 大家知道 无论是大陆的楼 大陆的股市 或者那些笔水 已经下来香港了 不只是说 互港通那堆水 都是非常之多的钱 但是后面就整顿 这些钱 又不能乱违规资金 打击嘛 所以整个市的回 也都有这个情况 至于我自己看 就 有几人有值得留意 一个就是 叫做 那个 疫苗 疫苗 其实就比想象中 打得快 打得多 那就是 因为拜登上 先前的目标 就是 要一百天内 就打够一亿的疫苗 那现在就五十八天 已经打够了 那就是 即是 他打了这么多人 那其实 他们现在就在预想 其实的利息 就升得快 那利息就升得快 那 先前一段时间 都没什么影响传统股 但是我觉得 去到这个程度 反而美国的 科技 就 就是 龙头 便宜的那些 那些 你见回星期五 的NASDAQ 其实我 上几个星期已经说了 你的电动车是 很贵的 你就小心一点 但是不代表我不看好 电动车版块 你看今天 那个 即是 星期五是有个 sell off的 比亚迪和吉利 其实也 或者是有些 电动车的ETF 包括电动车 晶片 智能座架 电池 相关有些 在深圳 或者在香港上市 他们都是 比较受惠 那你见了 我自己看回 你看回 其实今天 就 这些股份都 一般的 就是 整个市场 很盛局 那 反而这些租 有得 升下少少 就是 吉利 比亚迪 小米和吉利 又有些炒作 就是说 那个电动车 那方面 又 就是 人们就 开始说 他们又要做车 那 有一个 板块 如果是 已经上市的 那些 是受追捧 为什么呢 我们在说 整个市场 它有很多sector 这个电动车的板块 是实惠的 包括什么 汽车的 晶片 一些智能 座架 有些是用大数据 我们说 和汽车的 汽车物联网 就是 大数据 和云端 汽车联网 你当中 很多就牵涉到 渡航 地图 半自动駕駛 或者是 无人駕駛 这些sector 都会受惠的 所以 我们说整个 这些板块 就是 汽车製造商 它们也是 越来越 依赖 这些sector 因为 为什么呢 整个行业 就是 中国是佔最多 我们所谓的EV 这些 电动车 这些电动车 其实 电池 也是不断去到更新 你看回 即是说 未来可以提供到 以前 平均是 可以行400-450km 一部电 现在就可以 增加了50% 有些可以去到 行到600km 这些不断去更新 这些行业的 领先者 不管是 已经上市 或者是未上市 股票 都会受惠 同时 我们看回 根据一些投行 他们的报告 其实 在2025年 已经有20%的车 在街上行 已经是电动车 2030年 即将来是9年时间 其实 每5架车 有3架车 都是电动车 所以衍生出来的 其实我们就 买一些龙头 类似吉利 如果我们买一些 好像是 因为吉利 它本身回了下去 它现在都不是电动车的炒作 但是它 后面会有这样的电动车 包括在欧洲 和Vovo合资 也都投资了很多这些 电动车的智能駕駛 这些大数据 刚才说的电池 智能座架 这些开发 去一个行业的领导者 当然不单止是它 反而我们觉得 看回Tesla 反而 风险 现在越来越多人 开始说 为什么呢 人们说 火箭上太空 获取很多 美国的 军方 或者太空总署 卡卡的订单 你现在在大陆设厂 其实 中国可能在这个 我不知道 反而我们会觉得 这些是敏感一点的股份 它可能越来越 会担心 好像想当年 Yahoo Google 进入大陆 接着到后面 会不会完全设出呢 就不会去到那么夸张的 不过你说 因为它太智能 和牵涉到 你不防止 进一步的贸易战 这些美股 就会受到牵连 港股当然也很多 凡是要用到 美国的晶片 或者软件相关的 我们觉得 金融 它已经在美国上市 而后面也是比较独大 或者是有些政府 可能採用它很多 大家都会担心 我觉得这次 就真的是双方 因为这次都很厉害 因为这次都很厉害 变成整件事 亦都跟印度 包括很多製造军工 相关的东西 在美国支持的印度 我觉得这方面 可能也紧张一点 就很厉害 美国打贸易战 打了一百年 以前打日本 打到现在 但是就担心 这些行业 相关 目前就 再看看 但是我自己觉得 不要说完全那么乐观 反弹 因为成交小 大家参与程度低 嗯 是 还要看一下目前 最新方面的外围一些的信号 以及中央方面 两国会不会发表什么样的一些的话语 可能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后续的发展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伯萱科技呢 又跟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 大家也要注意了 现在目前非常方面的一个动荡情绪啊 其实正在酝酿当中 说不定是这个暴风雨前的一个宁静 所以大家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个投资上面的一个风险了 但是谢谢我们的陈伯萱的分享 你刚提到这杯股份的话有持有吗 有的 OK 谢谢你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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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